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现在继续讲佛说《观无量寿经》 我们在第一堂中说 在未讲经之前 有些大前提是需要跟大家分析清楚 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在哪裏 我们必须要讲学佛的目的 为何我们要学佛法 我们学佛的目的已经分析过了 有现在过去将来三个层面 大家重温上次便会知道原因 《法花经》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报位 即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三界 色界 肉界 无色界 肉界 色界 无色界 我们身处在肉界最低那一层 都好像火宅一样 用一个譬如来说 就好像监狱 一个火宅 即是在烧火 着火的火宅 在2600年前 如果我们将这个世界我们住的 作为一种牢狱 来说 火宅比牢狱更重要 火宅有嫌微之急 我们当这个世界是牢狱 我们在里面有生老病 死之苦是牢狱 我们每个人都是prisoners prisoners 有时候讲英文 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为何 在座有很多留言告诉我 他们的中文不是那么好 有些是土生的 有时候讲几句英文 他会strike the bell 就马上说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要加插英文 令到中文不是那么好 容易明白 而且我们这里有些土生 有些土生的对中文 没有涉猎过很多佛经 讲英文是无妨的 并不是迈弄言语 让听众能够更加明白 如果我们assuming 我们这个世界 就住在一个牢狱 来说 都比火宅 以一个牢狱来计 我们个个都是prisoners 大家都是监狱的人 在2600年前 有一位跟我们一样来到监狱 他在监狱里面当然要受苦 仍然是经过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五蕴次胜苦 怨憎回苦 一样是 又要死亡 生不带一闻而来 死亦不带一闻而去 跟我们一样 生死是最平等 但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2600年前有一位聖者 跟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受苦 但他是经过修行修心 他找到一个可以脱离这个牢狱的方法 他的一世一圆了之后 永远不用再在六道里面轮回 不会在监狱里面再来受苦 他找到这个方法非常好 可以大自在 大解脱 叫做裂盘 他大自在解脱 就想离开这个世界 不需要再离 但天帝说 请世主不要离开这个世界 要将你证悟到的东西 要留在世间 让大家都可以逃离这个火窄 逃离这个监狱 让大家都知道有什么方法 从这个监狱里面解脱出来 因此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 说了四十九年 可以从监狱解脱出来的方法 说法四十九年 有些人说释迦牟尼佛成佛 可否可以带我们走就可以了 他有能力 神 释迦牟尼佛是神 是佛 一匿区就带走我们这个世界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如果是神佛可以 令到你脱离这个世界 但一早就没有人受苦 神佛是当是慈悲 这麽慈悲 怎会令我们受苦 是不可以的 是你自己要修行 要去自证 证悟到这个方法 跟着这个方法 去了解他的义理 去实践他的修行 这样才可以的 即是说他要有走出监狱的 the map they need that map to get out of prison a map that will show you how to get out of the prison 要有个图 释迦牟尼佛说 我不可以帮你逃离出去 我只可以告诉你 逃离的方法 如果我可以帮你逃离出去 有歪因果 即是说你的因果是注定 还是要你的因果关系 令到你会受苦 我一手可以拘捕你 那我便没有因果 有因必有果 你有这个业力 就是受这个果报 但你又可以种下一个 可以逃离这个监狱的因 你种下这个因 这个就是修行的因 因此释迦牟尼佛 就将这个图 介绍给所有的监狱的prisoners 受苦的犯人 如是请我拿着这个圈 跟着这个圈去修行 就可以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之苦 这个就叫佛法 原来这个圈很复杂 因为要脱离这个牢狱 不是一走就走出去 障碍重重 要经过很多困难的 要知道由哪条路去走 哪条路才是对的 用什么方法去走 这个圖 这个方法 释迦牟尼佛 佛法留在这个世间 让我们正佛的知见 知道佛的方法 就循着佛所说的方法 去逃离这个监狱 超脱六道轮回 三界六道轮回之苦 这个圖是怎样的 这个圖是在三藏十 经律论三藏里面 有很多后来的高僧大德 将这个方法 归纽十种方法 有十种方法 我们已经说了多少 我们已经说了天台宗 天台宗的方法 也说了唯识宗的方法 也说了律宗的方法 有十种方法 可以脱离苦海的方法 这十种方法 经律论里面有千千万万的文献 但我们在未说佛说观无量寿经之前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我们学佛的目的是甚麽 学佛的目的 并不是求命求财求利 求信意就算了 求财求命求信意 即是这一生活得快乐些 但当这一生 当你有短暂快乐而种下无量业的时候 下一生更加苦 不是彻底的方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着佛法去修行 而懂得的方法 我们已经说了三个方法 律宗 唯识宗 唯识的方法 律的方法 以及天台宗 我们现在说三论宗 这些方法 每一个方法 每一宗 如果真是深入 是要说一两年 可能要整个 semester 才能说完 但我在这里 因为我只是一个 introduction 是一个序 让大家大概了解佛法的义理 才深入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我们为何要说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是原来有个原因 我们才知道这些方法 我们还要去探讨 为何我们要念佛 为何我们要修这个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是否其中一个方法 佛法里面的个中三昧 我们必须要慢慢来探讨 大家不要心急 一定要逐一点去研习 佛法不是只是讲故事 神通的故事 佛菩萨打救世人 鬼魂 甚至风水 算命 那些不是佛法所着重的 那些是知节 千万不要走迂回曲绝之路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为何要超越生死 为何我们现在要活过快乐的人生 广结善业的人生 超越烦恼的人生 当逆境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处理它 佛法就帮助我们处理 带动我们的人生 现在就会出现有积极的人生 广结善业的人生 撤离烦恼的人生 将来是如何超越生死 现在我们继续讲三论中 始终破邪显正 以破有所得而不立一法 来显除一切偏执情见 染淨诸法本来是殖灭 所以以无所得为宗旨 并善明真族而祭之差别 以八不中道 揭示诸法不生不灭 不断不常不一不义 不来不去之理 所依论典有中论 十二门论及百论 初入佛门听佛经的朋友 可能你不知道我说什麽 我们亦不可期待 你知道我说什麽 我只是介绍给你听 三论中为什麽会有 就是破邪显正 为什麽呢 他专门破除人的我执和法执 因为人是很执着的 人有个偏执要执着某一件事 这个偏执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大圣喜信论》里面怎麽说呢 当念头一生起的时候 一念无名生三世 御境曹御元长六粗 即是我们里面执着 那个心识执着外面一切 自己也不知道 我不执着 我学了佛三四十年 我不执着 我什麽都不执着 但他天天执着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麽呢 因为无名执着这个念头 是很微细的 真真正正知道 微细的无名业相 是狗地菩萨才知道 所以一看 你以为我没有执着 我不发生气 我很忍辱 但你知道 在微细之处 你是处处执着的 唯有是明眼人才能看得出的 就是好像有人讲你一越越越越说话 你忽然间产生一种我自尊受损 忽然间以为人怀疑你这些 或者忽然间是妒忌别人 这些微细的东西 你妒忌产生了都不知道 你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为何人与人间的关系是不容易处理的 因为你处处得罪人 处处偏见我执 你自己生了都不知道 因为这是非常微细的 无名的心念 你不如谦虚些 如果别人看得出 说你 你接受它 或是你自己在内观的时候 你就观众 原来我这个无名心 这么小微 原来某人做这件事 是我自己的偏见 说他不得 原来不是不得 只是我自己的偏见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三论中是破我执的 因为你执着有所得 你执着你自己的我见 他就是一点一点去破你的 龙树菩萨专破你我执 在《中论十二门五百论》里面说这一套 如何破我执 破法执 当你破我执 彻底静随的时候 你就是阿罗汉 没有见画和施画 阿罗汉就超越生死 这就是三论中的道理 如果我们想研习三论中 你就要慢慢逐一点去研习 这是三论中 再说是密宗 密宗这个方法 我们刚才说有十个方法 十个逃离监狱的方法 所有这十个方法都互相有联系 不是单独 我是密宗的 我就不用你念佛 我念佛就不用你禅宗 我是禅宗就不用你戒律 他不是 他有千丝万留的关系 说每一个宗派只是告诉你 很清晰地告诉你 他的宗旨是这一样 意思就是这样 当你深入每一宗的时候 就涉及到其他宗派 当你每一宗都知道一些 亦是一个方法 当你每一个宗派都明白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哪条路去走 我只是选择一条路 我好有恒心走这条路去走 亦都可以 你选择每一条路 作为一种选择又可以 这是另一个宗派叫密宗 密宗很重视诗诚 真言密宗 以求即身成佛 密宗以口诵真言 又叫语密 手结 手印叫身密 深作颇想叫意密 三密相应为修行 诵仪诡 和诵词 而不诵理论 不诵理论 不是不讲理论 千万不要 密宗不讲理论 不是 它是着重羞耻的三密相应 仍然是有理论的 依据大日经 苏式地经 金刚顶经 善明大日如来 内政秘密境界的真言教法 但密宗要注重诗诚 我们继续讲华严宗 华严宗这个方法 就是要唯识缘起之理论 及般若的思想为基础 依照华严经 建立中意 并以灵骑经 圣万经 大圣喜讯论 保圣论等 如来藏经典 为它重要的 所 和观法 理论方面 融合万法和真言 为一圣原教 显示原容无碍的 法界缘起的思想 在观行方面 立华严法界观 真空观 为二里深奥 无非近代根性浅薄者能修可 如果法界缘起 真如缘起 是要讲 是无碍 是理无碍 是理无碍 是事无碍 等法界 是要比较上 你要融合了 唯识及般若的思想 还要自己淨化自己的心识 能够在这个思想里面追尋真正的意理 不是容易 不容易 怀炎中是比较不容易的 好 我们在下面讲 禅中 始终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以实践为主 只要自己 只信自己本来是有这个佛性 这是真心人人俱足 不假外求 真心之体不立凡性 无诸对待 遍一切处 不生不灭 非有非无 暂然常住 真心在妄 则是凡夫 妄心无处 即菩提 修行以无心法治妄心 虽说不立文字 亦有很多文字 大家可以参照 早期有禅经 安波首义经 禅要科玉经 坐禅三会经 灵骑经 金刚经 等等 都有很多经论 还有很多祖师的语录 这一宗 如果是我们中国佛教 太去大师近代的高僧大德说 中国佛教的特色在于什么 在于禅 亦有其他大德说 除了中国佛教的特色 这个禅曾经发扬康大之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很着重实践 和理论的 是中国人 去游合他 是要在 释迦马来佛教法里面 用他主要的概括 最重要的经论 要游合一种 叫做天台宗 已经说过 天台宗的法门 亦都很特别 禅宗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是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那什么叫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我知道 禅宗里面是超越文字 超越妄心 超越心意识 心意识就是文字 明先 故有想 想先故有说 一定有文字 文字是从往心出的 既然禅宗是超越文字 怎会去 执着文字 这样也不难明白 什么叫教外别传 怎会得教外别传 有居舍问过这个问题 不妨在这里 和大家稍微作少少的探讨 什么叫教外别传 世尊在灵山会上 黏花示众 有一天 释迦牟尼佛 有一天 在灵山会上 讲经说法的时候 手上提着的花 黏花示众举起的花 百万人天不解其意 为摩康加涉 惠佛意子 破眼眉笑 突然间昇加茉尼佛 拿起这支花 没人知道为什么 唯有摩康加涉 才知道 就眉笑 这个典故叫做 黏花眉笑 是禅宗惠意之词 这个世尊就说了 释迦牟尼佛说了 吾有正法眼狀 裂盘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金方付诸摩康加涉 付诸了给摩康加涉 所谓摩康加涉 是西天禅宗的初祖 其实初祖当然是释迦牟尼佛 但亦都是摩康加涉 传了给摩康加涉 一直就是这样传 不立文字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说法 经律论里面 没有特别说禅 这个法 直接超越文字 因为释迦牟尼佛说法 是以文字来说的 以文字来说法 无论大乘小乘 上座部 大乘或上座部 都是用文字来说 言语来说 这个法是超越了文字的 文字是虚妄意识里面 付诸给摩康加涉 摩康加涉就 接了这个法 即是知道了 错祖一直传到28祖达摩祖师 印度的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第28祖 传了很多祖 传到达摩祖师 有一次达摩祖师 就入定了 入定 他就觉得 在 东土 有很多大德 很容易接受 这个不立文字 交外别传之法 他有这句恩怨祭会 他们容易接受这些法 而小诺有很多大德 是曾经 过往已经是涉略了这个法 在大德那里将会弘扬这个法 他就将这个法 禅法 就介绍给他东土 东土者视为什么 中国 中国 他就达摩祖师 一位道江 我们相传达摩祖师 一位道江 道江来到中国弘扬禅法 这个禅法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禅宗之法 禅宗认为 这一念心 这个念的心法 人人俱足 他真恩正正的真心 超越思维言语分别 所以是 无有一法可存 无有一法可得 佛圣本句 何当开显 人皆可顿悟 当下即时 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因此禅宗是不假言语文字 不安立言句 没有什么法可存 亦没有什么法可得 既然不可存不可得 那法在哪 故禅宗一门 不在法门之内 不立一法 怎会是法门 是一个法门 他称为 所以教外 没有这个教 不说这个教是教外 别存的全面无可可价 就是这样 简单来说这个教外别存 这就是 禅法 再说多一点 微可 来到中国又如何 由达摩祖斯传到 为可 来到中国 第28祖传到中国 是为可大师 为可传備征颤大师 征颤大师是谁 说信心命 各位圣者 知度无难 惠疑 减责 但莫憎爱 动然明白 信心命 征颤大师 盗信大师 宏隐大师 宏隐大师一传 传给慧能大师 神秀大师 神秀去了北方 有很多人看《六祖坛经》说 慧能很有能力 神秀还未开悟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也陈埃 多有潜法 神秀身于菩提树 身此明镜台 此事勤忽悉 莫死也陈埃 还未开悟 慧能开悟 不是 神秀的修方法和慧能不同 一样如此光彩 神秀所修的 事事而勤忽悉 莫死也陈埃 这是占悟 占悟是如来禅 慧能是祖师禅 如来禅好 祖师禅好 能够成佛的哪一种禅也好 有一种是漸进式 有一种是顿悟式 漸进式的水准慢慢进步 好像我们这种凡夫 都是漸进式 不可能是会顿悟 神秀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禅僧 不一定是慧能伟大 不过千万不要将你的偏见 偏向慧能不是神秀 并不是这样 我们连禅都不会 批评大师 哪个高哪个低 慧能传下来 还有永家缘国 何策臣会 清元行诗 还有南岳的怀仰 一直传下来 变成五加七宗 我不说得这么详细 由慧能传下来 善门是大放光彩 神秀传下来的不是很明确 在历史上难够很难追查 但慧能传下来的系列 是有五加七宗 法眼宗 云门宗 曹洞宗 林济宗 艺仰宗 阳琦 林济宗 法眼云门曹洞 林济艺仰 五加 但在林济宗 再拒出两家 杨琦派和黄龙派 所以叫五加七宗 虽然我们的禅法 很肤浅 我们是组一林济宗的禅法 是林济元义的禅法 亦是高敏 高敏指现在 扬州高敏那些是林济宗 其他的法眼 云门 曹洞 毅仰 慢慢已经淹没了 好了 我们不讲禅 因为讲禅要很多时间讲 我们现在讲淨土 淨土中 以称念佛名为主要修行法门 借阿弥陀佛本愿之力 其愿生于西方极乐淨土 如果信愿行俱足 必梦阿弥陀佛接引大业往生 超出三界六度轮回之苦 在西方极乐世界 诸上善人分途之下 修持种种法门直至成佛 这个淨土中以五经一论为依据 佛说无量寿经 佛说观无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宁验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章 《华言经》里面的普现菩萨行愿品 和往生论 这就是淨土中 淨土中以往生极乐世界为主 当然有慈明念佛 实相念佛 观想念佛等等 为什么我们要讲佛说观无量寿经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无量寿佛经 现在才说的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为什么我们要讲淨土 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讲淨土法门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原因你一直听下去 你就知道为什么 但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讲了这十个路途十宗 是每一宗都迈向成佛之路的 我们现在讲了大乘的八宗 还有两宗我们叫上座步的两宗 现在在缅甸 石兰 斯拉兰卡 那些就是学这些宗拜的 就是上座步 一样是可以超越生死的 就是阿罗汉的境界 我们再讲这两宗 我们今堂讲完 我们再讲快点 讲成实宗 成实宗是属于上座步的 现在叫上座步 有些人叫小圣佛法 Hinayana 或者叫Tharavada School Now being practiced in Burma Miyama Prasnikar Thailand 斯拉兰卡 这些地方practice 成实宗 印度小圣宗最后所立之宗 即是小圣之宗的空宗 浩似大圣的三论宗 他的经论的依据是成实 成实论为依归 顾名成实宗 在梁朝的时候三大法师代表了这宗派 智藏 曾吻 法云 是佳子宗的祖师 是梁朝 梁朝是何时 徐堂之前 很早 成实宗是徐堂之前 大概是AD 大概是 450至550年之间 的成实宗 是说空的 尊言是空而 空我执 人的执着很重 因为人执着 所以做一切 作一切业都是人的执着而作业 这是成实宗 我们再说下面这个宗派 就叫做驱舍宗 驱舍宗立的是小圣的宗派 驱舍宗被称为小圣的有宗 始宗旨在说明诸佛因缘之正理 破碍到凡夫执着我的执见 以断惑入圣 永断三界六道轮回之苦 所以经论驱舍论之外 还有四阿咸经 七论 大皮婆疏论 阿皮谈心论 习阿皮谈心论 即是说 这个驱舍宗有宗 其实就是我们的唯识论 唯识宗就是驱舍宗的延续 即是说 其实唯识 这个大乘的道理 是由驱舍宗慢慢发展 进去成为更加超却的唯识论述 但驱舍宗已经足够超越生死 如果破我执 就已经是阿罗汉 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成为阿罗汉果 我们今天就已经将这十宗 全部 第一讲第二讲 这十宗都 很简单很简单 介绍过 即是说 有十个不同的道路 迈向成佛之路 有十个不同的道路 能够在三界六道 这个路肉里面 可以超脱出去 你跟着每一个道路 就可以走出去 但当然这些道路 它走着有迂回曲折 很多冤枉路 甚至乎你是 左滞不前 有很多荆棘 有很多半脚石 你要克服这些才可以走得到 当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障碍 完全没有困难没有障碍的 康庄之路 其实这些路 每一宗里面 都要克服它的困难 不是一直走下去 就没有半脚石 有荆棘的 如果你想去到成佛之路 你必须要越过这些荆棘 You have to jump over the hurdles 披荆斩击 折风木雨 披荆斩击是什么呢 很多荆棘来路图 但是释迦牟尼佛说明书的图 就要告诉你 你有这些荆棘的 就告诉你 斩除这些荆棘的方法 披荆斩击的方法 在这个行动上你要披荆斩击 去除所有的障碍 在心态上你要怎样 折风木雨 什么叫折风木雨 大风吹离 你当它是梳头 很大的雨和雪 你当它是一种润湿 就好像智南禅师说 瞻衣欲湿恍花雨 催面不寒洋柳风 落雨 当它是恍花洒来的花 催面很寒的 当它是不寒的洋柳风 即是说 无论在身心 你也要克服很多困难 不是一条大路直通 完全无障碍 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有障碍 所以在里面有很多去除这个障碍的方法 障碍就有 每一条路都有障碍 有没有那些路障碍少一点 你知道我们这些凡夫 很难去成佛 很难克服 释迦牟尼佛有见于此 介绍了一个方法给我们知道 这个方法障碍较少 较容易克服 我们为何要说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他就是说这个容易一点的方法 是较容易一点的方法 我们现在这麽繁忙的繁夫 天天为了保持悉身而忘 为了家庭而忘 为了工作而忘 或者名利而忘 哪有这麽多时间修行练习 因为成佛是要理论加实践 理论加实践 我哪有这个时间练习 瑟加茂尼佛在2600年前 已经知道我们凡夫 是很难走这条成佛之路 介绍了给我们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我们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就介绍这个方法 我们在一连串的讲这部经的过程里面 就有一些将这个方法能够带动出来 给大家在白亡之中 去修学这个方法 好 我们下次再讲 我还没找到写的话 在这边我们下的这些方法 我们下来 说